我們採檢是從鼻腔進去到後面 差不多十公分左右 耳鼻喉科看呼吸道症狀 自然熟悉專業流程 尤其雙倍醫療量能越來越吃緊 耳鼻喉科醫師自願加一加入篩檢團隊 我有兩個以上的醫師 我們當然可以播出時間 如果真的需要我們支援 當然我們也願意放下診所的工作來支援 等等幾小時 醫師群組號召320位 基層診所醫師加入支援 畢竟醫院病人爆量 醫師人力不足 先到快篩站幫忙 因為診所空間也有限 因為診所的空間太小了 因為你這個快篩站 其實它要分好幾個區域 例如說什麼乾淨區 緩衝區或者是污染區 危險區 污染在危險區 要分好幾個區域來動線的這個規劃 在雙北地區快篩人數只增不減 尤其確診案例多的台北市增加到第五個快篩站 從統計數字看 5月14號開設到17號 11%下降到4.7% 5月18號篩檢1213人 裡面有62人快篩陽性 比率佔5.1% 值得慶幸的是陽性數字逐漸趨緩中 但不只雙北市有篩檢需求 指揮中心也討論在其他縣市廣設站點 加快抓出確診病例速度 目前新北市和桃園 已計增加三座快篩站 雙管旗下採檢找出潛在個案 TVBS新聞 仲人黃靜穎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